大家好 今天是12月29日星期五 是2023年的最後一個港股交易日 北水也是這樣禍託託 今天我估計北水都應該會有些流出 這個月等到下星期二就看到了 升的板塊方面肯定比昨天少了 因為我認為今天應該有北水流出 再其次看看板塊方面 升得最多是醫療的保健板塊 今天很多醫療保健板塊都是升的 半導體當然還有軟件業務的東西 可以升上一點點 零售、紡織和軟件服務都會有升 這個保健方面 這些小的都是一元以下的 那就不要理會它了 其實如果另外有些股票的話 它都會有升的 再其次我們來看看就是半導體方面 半導體方面好像華紅半導體等等 都是有升的了 零售方面 零售方面 這些都是一元以下的股票 升了上來都是對大市幫助不太大 港幣都是一元以下的股票 這些真正的就是 買到都不知道你夠不夠膽 持有多久 這個只為了升了一元三指 升了差不多60% 一個原價只有四元以下 還有軟件服務方面 都是小小的東西 這裏升得比較多些 但是那些東西 就是這個未曾有太大表現 好了 來到這裏我們看看 各別的股票方面 就是騰訊這些這些 其實都是比較升得多些 不過它不夠人家也升了幾十個巴仙 那些嘛 小米呢 今天是跌了很多的 這些又跌了 那麽再跟著這些 就是大的股票這方面 一跌的比較多一點點 行爭指數方面呢 起這一點就很簡單了 就是挑戰暴力的通道的是上軸 那要看一下會不會 將會跌下來 若然不會跌下來 起這裏再記住 下個星期一回來還上去的話呢 那麽可能這次是一個比較有力的突破 那麽我們要看看的呢 就是 在這個位來講呢 是升破了很多這些底下的阻力位的 那麽我個人比較是 認為需要大家留意的呢 就是 在這個152 165這裏呢 它已經升破了 那麽就可以向上挑戰 應該是可以看回到18000點這裏水平的 是不是太樂觀 過完年回來 一兩個星期就可以知道了 那麽還給我看 那麽可以說 和教育都不上uez 由於這陸會集團 我們一會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